疫情时期,我们曾经为大家报道过非常多的暴力事件 其中不乏很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现如今,疫情带来的不便在美国逐渐消除 大家的生活也恢复往常 本想这些暴力事件可能也会日渐减少 但实际情况却让大家失望了 发生在美国街头的暴力事件 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猖獗 且攻击目标似乎更加指向华裔这个少数群体 就在上周,一段30秒的视频 又让整个北美华人圈怒不可遏,且深感恐惧 这是一段位于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的画面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8月21号下午2点左右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开过一个十字路口后缓缓地停下来 我们在媒体的报道中得知 车中坐了两位乘客 其中一人是坐在副驾驶的受害者 Lily徐 另外一位驾驶车辆的则是Lily的伴侣 Nielson Chell 据了解他们保持了20多年的交往 就在这辆黑色奔驰停稳后 一辆白色雷克萨斯轿车从后面跟了上来 同时还并排与黑色奔驰停在了马路上 随后一个嫌疑人从白色汽车的副驾驶位置窜出 绕到了奔驰车的副驾驶旁边 由于视频拍摄角度问题 我们无法看见嫌疑人具体做了什么 但是我们通过视频记录的声音 可以明显地听到三声枪响 是的 嫌疑人下车后 直接绕到副驾驶的位置 向受害人Lily徐开了三枪 然后又立马回到了白色汽车上 接着白色车的司机同伙 立刻开车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随后 同车的Nielsen立即跑向Lily 发现他一动不动地靠在门边 同时发现他背部中下部附近有两个弹孔 当时Lily就直接进入了半昏迷状态 Nielsen一手呼噜Lily的伤口 同时把Lily的头抱在他的胳膊下 救护车随后也赶来 但不幸的是 医院最终告知了Lily的死亡消息 后来据Nielsen回忆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他和Lily准备前往小溪共按摩 他们之所以停车 是想要把几个包裹和衣服 放进后备箱的行李箱里 没想到就这短短的几秒钟 竟然发生了如此悲剧 资料显示 Lily徐是加利福尼亚州牙科医师 于1985年在上海交代医学院 取得牙科学位 曾在UCSF完成住院医师训练 而就在前几天 他刚刚庆祝完自己的60岁生日 案发之后 很多当地华人表示自己是Lily的病人 最近还约了他看牙 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件事 大家一致评价 Lily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压抑 同时还热心公益事业 正因如此 他的遭遇让当地华人组织 异常悲愤 奥克兰唐人街改善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臣 带领当地华人前往奥克兰市政府外集会 他们共同控诉政府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犯罪 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从疫情爆发以来 小西贡社区罪案频繁 7月17号上午11时许 52岁的中国香港移民 Uber送餐司机冯先生 在东奥克兰13街 2000街区的家门口附近等待外卖派单 两人步行过来持枪抢车 最终残忍地将他杀害 8月1号凌晨 小西贡社区的国际商业广场 七家商户 遭遇窃匪破门而入 有一家华人商户的保险柜被贼人搬走 损失至少10万 七家商户财务被盗 加上维修费用 至少损失了20万美元 莉莉徐等人 在加州奥克兰华人社区的不幸遭遇 绝非个别情况 远在美东的新泽西州新泽西市 也是一个居住了不少华人的社区 而最近当地的这些华人 也一直经受着街头突然暴力行为的困扰 8月7号 29岁的中国留学生Rex 在Bergen大道的麦当劳前被一陌生男子袭击面目 而软骨被砸穿 所幸Rex躲过了太阳穴等药害不稳 没有造成严重的损伤 7月12号 24岁的中国留学生小孙 在同一栋公寓附近楼被袭击 同样也是后脑勺被砖头砸到 头部鲜血直流 据他描述 在自己被击到后 他看到一个中等身材 微胖的男子朝反方向逃跑 6月10号 28岁的小吴在一栋公寓楼门前 被一陌生男子用砖头袭击后脑勺 万幸这块砖头沿着小吴的耳朵划过 气愤的小吴上前追赶嫌犯至地铁站 但袭击人突然亮出一把刀 出于安全考虑 小吴只好离开求助警方 这三起案件都是发生在同一个区域 且都是针对华人群体的突然袭击 由此可见 当地的街头暴力行为 是多么的频繁与成军 所谓安居才可乐业 现如今美国的治安 还如何让大家安心的建设这片土壤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